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 刘鹤先生应邀访问美国 21号在华盛顿展开中美经贸磋商 这个时候 欧洲 日本和汽车行业 都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 又对他们加征进口关税 愿景基金 两大投资者 不满软银的投资决策 主任辉这时候也会谈谈 关于英国偷偷的问题 灾难刚刚开始 像是日本本田汽车 将会关闭在英国的主要工厂 请来经济学家方舟先生解读一下 大湾区规划纲要有哪些亮点 包括了共建科创走廊 还有一小时生活圈 以及香港未来20年的角色 在股市消息方面 内地互生两市经过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进入了震荡盘整期 今天上证宗旨一跌一度上探 2780点的全天高位 在收盘的时候 轻微上升1点 2755点 深城址和创业板都是轻微下跌的 港股今天反复拉锯 对中美贸易谈判乐观的憧憬 出现了获利卖盘的压力 所以今天的恒生指数下跌了118点 爆28228点 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1% 创下两个月来的新高 中美密集磋商经贸问题 中方代表刘鹤先生应美方的邀请 这个星期就要到华盛顿展开 第七轮中美经贸磋商 那么这次刘鹤先生到美国 有一个再次被赋予一个重要的身份 那就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刘鹤将访问华盛顿 并且在2月21到22号 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吴努钦 举行第四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美国白宫已经确认 中美两国的经贸磋商 会在19号开始举行 那么更高层级的磋商 就会在21号展开 白宫说双方会讨论中国 从美国采购商品和服务的承诺 正当中美经贸磋商 积极有进展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底会不会 听从美国商务部的一个秘密的报告 向欧洲和日本以及韩国 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 这个加征关税 这使得全球的汽车业 再度高度紧张起来 欧洲也有一些反应 原因是因为 美国商务部在星期天的深夜 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机密报告 当中建议应该要如何处理 进口汽车关税 但这个报告并没有公开内容 引起了业界的担忧 一些行业组织抨击商务部 不公布这个232条款 国家安全调查报告的详细内容 使得汽车行业在特朗普的 90天审视报告期间 很难采取反应行动 他们在声明稿当中说 协会感到惊慌失措 对此呢 欧盟职委会主席 荣克在星期一就表示 如果美国对进口自欧洲的 汽车征收关税 那么欧盟将会减少采购 美国的大豆和液化天然气 但是荣克在接受 德国司徒加特报专访的时候 说他相信特朗普 应该不会有这种关税 因为他跟特朗普是有协议的 他说这个协议 他认为这个承诺是可信的 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说明 特朗普是在什么时候 作出承诺 预计在特朗普考虑商务部期间 这份美国报告的内容 会继续保密 汽车行业和德国 日本 韩国等主要汽车出口国 仍然无从得知结果 欧盟委员会在星期一已经表述 如果报告为欧洲出口带来损害 他们将会有迅速和适当的回应 美国伤害了华为 但是美国没有办法 遏制华为的发展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 非常罕见了 接受一家媒体的独家专访 这个是英国的媒体 正因为英国是华为非常重要的市场 听听他怎么说 任正非在接受英国BBC专访的时候 谈到了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的事情 他说反对美国的做法 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 他也谈到他信任英国 说即使英国政府决定禁止华为 参与英国的5G网络 华为也不会因此撤资 说如果美国不信任我们 我们就会以更大规模把在美国的投资 转移到英国 任正非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独家专访的时候认为 美国打不倒华为 理由是华为产品足够先进 世界没办法不用 即便美国游说更多国家 暂时禁用华为产品 华为也能够靠缩小规模挺过去 而且由于美国持续针对华为 反而让华为不断改良产品和服务 记者追问 如果美国成功让其他西方国家 禁用华为设备 将会对华为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任正非打个比方说 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 北方不亮还有南方亮 美国不代表全世界 他们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 不过他承认 损失潜在客源 对公司可能会有重大的影响 就在美国试图游舍欧洲盟国 围堵华为5G网络产品的时候 华为总部所在地的深圳市 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 已经全面布局 深圳媒体说 深圳在5G网络建设 业务应用测试 终端产业化进程等方面 都跑在全国乃至全球前列 深圳施工信局最近透露 深圳正在加快开展5G商用试点 预计新增5G的基站 数量达到1955座 构建全球领先的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 那么有报道说在接下华为订单的富士康 他们在郑州厂就会为此招募5万人 说鸿海集团也就是在内地的富士康 他们在春节过后已经开始招募新一轮的员工了 那么在郑州厂会为接下华为订单招募5万人 在深圳会招募2万人 那么据说在郑州厂这个是以接华为的订单为主的 那么对华为来说还有个好消息 今天新西兰总理表示不排斥华为参与5G建设 但是他也强调采用华为设备的电讯商 需要减轻安全隐忧 正当沙特王储穆海默德展开亚洲访问之行的时候 人们关注到沙特还有他的王储穆海默德 要在亚洲增加什么样的影响力 也有些什么样的合作机会 那么同时他们透过日本的软银基金 那么进到美国硅谷投资初创企业 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就是这个投资的决策和推高初创企业的估值之后 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说Vision Fund 也就是愿景基金两大投资者 对软银投资决策表示不满 他们在抱怨这支基金的管理者 也就是软银集团 为收购科技公司支付的价格过高 对软银首席执行长孙正义 在投资决策上的控制力 也表达了不满 这些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Vision Fund 愿景基金 是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资基金 而这两大投资者分别是 Public Investment Fund 简称PIF 跟阿布扎比的Mabadala Investment 在愿景基金的承诺资本当中 这两大投资者占比接近三分之二 如果两者对于Vision Fund 愿景基金不满 那么孙正义可能更难筹集到新的资金 或者推出新的基金 知情人士说 这两家投资机构像一些科技公司 抱怨Vision Fund 像一些科技公司支付了高价 然后又往往以更高的价格 将这些公司的股份转回来 转到了愿景基金 他们对此感到了担忧 与此同时一直对个投资愿景基金的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展开亚洲的第一站 礼拜天是在巴基斯坦 接着到了印度 那么在这个星期四和星期五 会到访中国 英国脱欧解决方案 到底有什么东西出来 到目前为止 英国拿不出一个全世界 能够安心的方案之外 现在内部 不只是特雷沙美的保守党 连反对派工党都开始分裂了 英国在野工党 有七个中间派国会议员 昨天宣布退党 抗议党魁科尔滨 在处理脱欧和党内 反犹太情绪的做法 批评工党已经被激进 左翼势力齐节 这是工党将近40年来 最严重的分裂 显示脱欧不但使得首相特雷沙 没面对保守党分裂 科尔滨也陷入了团结党友的困境 科尔滨对其人退党感到失望 评论认为这个欺君子 可能会触发退党潮 来看一下外汇总行 对于英国到目前为止 乱七八糟 分乱如马的脱欧方案 或者是脱欧的 你来我往 英国主要制造商协会 Make UK的负责人 已经批评了这些政治人物 Make UK的负责人在星期二说 由于某些政客的自私 和混乱的议费程序 英国面临下个月 无协议脱欧的灾难性前景 而这样的一个言论出来之后 正值日本版田汽车预计 会宣布关闭英国的主要工厂 这会造成3500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举言是因为一个律师向路透社说 日本版田汽车即将宣布 2022年关闭在英国唯一的汽车制造厂 就业港会流失3500个 这是英国退欧期限将界的时候 英国汽车产业遭逢的又一次打击 英镑今天下跌在1.2896到1.2927 日元欧元是在1.1293到1.13之间 而人民币会价今天收盘 下跌四个基点报6.7675 我们会来谈谈脱欧的问题造成的影响 本田汽车要离开英国了 脱欧这个问题看来很难解决 就是连工党内部都出现分裂 不当是保守党 本来这个是工党它集中力量 向特里三美开火 然后夺取政权最好的时机 但是现在显然看来它也夺不了权 然后那边也是一团糟 但是我想就是你不管政治人物 怎么处理这个进程 商业 商界是非常担心 就是你脱欧洲和欧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所以英国的政客们他低估了 就是商界在英国投资 是把英国当成进军欧洲大陆的桥头堡 它自己的市场其实是很小的 所以今天像本田他宣布要关闭这个工厂 这个工厂产十多万辆 有三千五百个就业 三千五百个就业其实对那个地方是很大的影响 对全国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但这里面就反映出在欧洲的跨国公司 不光是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 这个金融公司和欧元相关的这些业务 而是更多的就是制造业的业务 研发的业务 他怎么样看待英国和未来欧洲大陆的关系 说一旦你失去了在欧洲一个基本上一体的市场之后 你到底和欧洲是有什么关系 那么现在他们就直接关了 就根本不等你那个脱欧的进程完成 非常谢谢文辉 下角要关注的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刚要公布之后 有哪些重点是我们现在要集中关注的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金市财经 中央在昨天傍晚公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刚要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但是今天香港媒体不育儿童 把这样的一个重点拿出来 我们看他们关注到什么样的焦点 昨天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刚要要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刚要提及支持香港大力发展创新科技事业 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刚要强调 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作为四大中心城市 作为区域发展核心的引擎 并希望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 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以及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化的创新平台 就此我们现场起来的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 方舟先生现场立刻热乎乎的解读这个规划纲要 方舟你好 你好 这刚要出来之后我跟你沟通过 就是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个方面来关注 昨天公布最新的这个规划纲要的内容 你认为说是这个创科走廊 还有一个小时生活圈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你认为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这两点其实也是这个规划中最大的亮点 首先其实这是国家第一次在规划中 把一个区域定位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过去也曾经给上海和北京定位为国家科学中心 但是这是第一次定位为一个区域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这样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区域其实它的特点是很独一无二的 就是有一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安排 有港澳这两个国际的自由港 那么还有内地一个庞大的市场 这样的两个不同的关税区下的这样的两个经济体 那么他们的特点呢 其实互补性非常强 香港呢作为这个基础科研 尤其是在大学的基础科研的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城市 现在全球排名前100的这个大学中间 香港有四所 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包括波士顿 纽约或者东京 伦敦在内 都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但是呢 因为香港没有制造业 所以它产业化的基础比较弱 只有基础研究 但是没有这个产业化的导向 但是在我们深圳河的另一边呢 在这个大湾区的广东那一侧的城市呢 尤其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呢 在科技的产业化方面呢 却做得非常突出 尤其是深圳 它现在已经有一批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科技企业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两个区域的这个优势的这种互补性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 过去为什么没有形成合力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有两种制度 两个不同的关税区 不同的货币体系的存在 使得我们就是跟科技相关的这些生产要素 包括科技人才 包括科研设备 包括这个资金 也包括一些信息的 这样的这种跨境流动呢 还存在比较大的障碍 所以呢 基本上是大家各有各做 没有形成合力 所以这一次这个大湾区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呢 就是明确提出来 要通过打通这个生产要素的这个流通 那么从而实现优势互补 实现这个区域成为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刚要提出的情况 然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就这么说呢 它是一个高层次的 但是也是一个比较概要的 实际上呢 有些内容已经是比较细节了 刚要既然提出来 也不会只是在非常粗浅的层面嘛 一定是很深入了 同时是有一些已经往前推进到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个来分析的话 比如说这次谈到了共建科创走廊 你刚刚谈到大学的合作的重要性 然后这次又有生物科技支持这方面 有哪一些问题是在以前解决不了的 或者很难解决 但这次规划刚刚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让大家发现 问题解决了往前推进的 你告诉我们的例子 你去研究这样一讲 是的 其实这方面呢 有很多的例子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香港的科技大学呢 在广州的南沙呢 设有一个产生园基地 所以呢 很多的老师呢 可以上去工作 可以做一些产业化的 这样的一些科研研究 但是呢 过去呢 如果要把在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本部的这个科研设备啊 搬到这个在广州的这个基地呢 困难就很大 因为他把这个科研设备 当作是一般商品来处理的 需要缴30%到50%的关税 这个对一个大学来 非盈利的大学来说 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 有了大关区规划才提出来的 过去呢 其实有关方面 也一直像这个相关的海关啊 这种国家的这种 甚至像海关总署的领导人 都当面提过这样的这个问题 可是过去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大湾区的规划 国家从政治上有一个导向 希望能够实现一国两制下 这种生产要素便利的这种跨境流动 所以呢 像这样的问题呢 就迎刃而解了 正因为有这样规划 刚刚出来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很难的事情 现在可以做到 也就是说从这个人流方面 这样的要素的流动 也就会更加快一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这次有个是一个生物科技 对吧 生物科技也是在我们共创科技走廊当中 很支持 很重要支持的一部分 这方面有些什么样新的内容 值得我们关注的 对 大家知道 其实香港的在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呢 还有包括临床医学方面呢 是有很强的这个实力的 但是呢 因为香港的人口有限 所以在做这个生物实验 临床实验的时候呢 它缺少这个足够的这个样本 那么我们的内地呢 在这方面呢 恰恰又是我们的优势 因为我们人口的基数很大 所以呢 这方面呢 过去双方也是非常迫切 希望有合作 但是也是受制于 过去因为处在不同的这个 关税区的这样一些的限制 那么国家有规定 就是关于生物样本 一些试剂的样本呢 是不能够这个跨境流动的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规划纲要中呢 也明确提出来允许这个 生物样本 试剂样本 学业样本呢 这些如果是指定用途的 在指定机构的 可以跨境流动 那么其实也是解决了 两地在生物医药科技领域 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难题 这对共进科创走廊 确实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那么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最重要就是一小时生活圈 一小时生活圈 除了这个交通的基础建设 现在已经盖好了 有高铁 有港周澳大桥等等之外 最重要是在当中 如果让通关更加的便利 今天大家有关注到 包括一卡通的问题 然后这个交通的问题 讲讲这方面有哪些突破性呢 让我们眼前一亮 是 这次大湾区规划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两地的老百姓 有更强的获得感 通过一个这种湾区的合作 让大家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么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今天有地铁 有城际铁路 有高铁 在一个硬件上打通了 但是呢 其实使用起来 还是有一些跨境的 这个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说深圳跟香港的地铁 现在在网络上 其实上已经是对接了 但是呢 在香港呢 必须用这个 以港币计价的这个八达通 在深圳呢 就得使用这个 以人民币计价的深圳通 那么两张卡呢 其实过去两地政府呢 也曾经很想把两张卡合二为一 办一个就是既是香港也可以用 又是深圳可以用的 这样一卡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卡 但是呢 实际操作上 当时就发现很大困难 就是因为涉及到两个不同账户 虽然是小额的这种账户 但是因为涉及到跨境的这个资金的 这个流动的问题 所以呢 当时就没办法解决 最后怎么办呢 只好在物理上做一张塑料卡 把两个不同的账户的两个芯片 植入这张卡 所以这个物理上看好像是一张卡 实际上呢 还是两张卡 你在香港才能用港币去充值 那个八达通的就是那个芯片的账户 在深圳才能充值那个人民币的账户 所以账户分开充值的 所以实质上是两张卡 那所以这次规划刚好之后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 对了 这个 我们这次的规划刚好很明确的 有一个方向就是推动 这个就是小额金融跨境支付的 这样的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举措 包括我们常用的除了交通卡以外 一些电子支付的工具 比如说微信 支付宝 将来都能够很便利的 这样的跨境的使用 这个是属于小额跨境支付 很多人更加关注 这跨境理财怎么样 这个更大额 那我们知道内地现在资资金流出方面 还是有些管制的 所以关于这个理财通的部分 好像在规划刚刚也提出来了 理财通这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有些什么样可以更加的互相投资产品吗 这方面我相信未来不久 就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其实过去在这方面 我们已经总结了一些很好的经验 包括我们在股票市场的这个互稿通 深稿通 那么这个里头的一个关键所在呢 就是建立一个透明的封闭的 但是可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管道 使得这个资金在不同市场上的 这个跨境流动呢 可控 可监管 那么可以规避风险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把这些好的经验呢 进一步扩大到一些其他的市场 第一步我相信就是一些 理财产品的这个市场 就是允许内地居民 能够购买在香港市场上 提供的一些理财的这种产品 那么也允许香港居民 在内地银行开户购买 内地的一些理财产品 那么做法上会跟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上类似 就是选择一些比较标准化的 风险可控的这些产品 那么提供给双方的这个投资者 那么通过特定的管道来购买 这样不会对这个市场构成 太大的冲击 是 指日可待 最后短短时间来谈一谈 香港未来20年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在规划刚刚出来之后 香港对自己的期许 对未来的发展 都有很多的期待 也有一些这个想法 那么今天呢很重要 就是说大湾区规划刚刚出台 2035年变成一个真正的大湾区 互联互通教真正的实现 香港在这当中 未来20年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香港呢在整个大湾区 包括在国家的整个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呢 仍然可以扮演一个引领的作用 通过这样的作用呢 其实也是提高自身的一个 在全球的这个地位 今天我们为什么把这个过去 叫做大珠三角的区域 改称为叫做大湾区 实际上呢也是国家给这个区域 一个非常高的期许 就是他希望他能够成为 像世界上其他几个顶级大湾区一样 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成为全球经济分工体系 这个金字塔塔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这个也是香港 在未来20年责无旁贷的责任 所以对于香港来说要更加的积极 大家要更加看清楚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更好对香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是的 不夸张地说 香港其实是这个大湾区规划 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非常谢谢方舟先生到节目当中来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